然后紧接着说一下咱们 Windows下的一个病毒叉叉 昨天说了木马叉叉 今天咱们说一下病毒叉叉 病毒 比如说这个微经病毒手动叉叉 我这个快照我恢复一下 这个病毒 好 这就是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病毒 病毒的原文件双击一下 你就感染病毒了 这些东西所以说玩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不要在物理机构上点开 好吧 当然了 现在这些病毒 基本应该是Windows Defender 应该是能够把它杀掉 但是怕它杀不干净 就是这个东西 好吧 它要杀不干净的话 你是见着这有问题 在这个信机上玩 没事 而且最好的方式 是断网那边 最好的方式是断网那边 怎么断网就给它配个网卡 只见一个不存在的Ib地址 行吧 我这就不断网 就这么玩吧 这几个里面 咱们玩一个微信病毒 这个吧 DLL Host DLL Host 这个东西叫微信病毒 也是比较老的一款病毒了 比较老的一款病毒 那么现在 现在其实说病毒这个东西 是什么比较多呢 挖矿 病毒 现在市面上挖矿病毒比较多 好吧 你说微信病毒 微信病毒 你看微信病毒啊 他的一些 一些一些事例 都是零几年的时候 一几年的时候 好吧 都是比较早的 所以微信病毒啊 其实比较老了 但是呢 他也是比较典型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过程 其实想玩好应急 应急啊 在公司里面 赵辉 应急在公司里面 有个专门的啊 就应急想用公司 他专门做应急的 你如果想把应急玩好了 将来想啥病毒啊 啥不满 成为这个主流的专家 级别的人物啊 你怎么来玩啊 把市面上那些病毒 你就尽可能去 把他的圆码全下了下来 就专门找自己的主题 去把他干什么 感染一下 然后杀一下 并且感染的时候呢 自己开启一些监测工具 监测一下 看一下这些病毒啊 都怎么干的 都干了什么事情 等你这些东西都搞熟了 应急你就很厉害了 好吧 哎 你就很厉害了 其实也不 也不用说 也不用说这个 我觉得应急的东西 不用说咱们夸夸的应急 刚好几年才能干熟 你就把市面上这些病毒啊 全部玩一下 手动插杀的过程 以及工具插杀的过程 全给他自己搞一搞 其实你也就熟练了 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病毒 来看一下这个病毒 这个病毒啊 咱们让他感染一下 怎么感染 怎么感染 我现在双击一下 他就感染了啊 双击一下就感染了 正常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分析一个病毒 他到底在你的电脑上干了什么事情 啊 做了什么破坏 创建了什么文件 修改了什么文件 咱们应该开启某个监测工具 来监测看一下 他对文件的一个处理 好吧 应该干这个事情啊 那么我们现在假如说啊 咱们演示第一个 演示这第一个 咱们就先不监测他了 咱们就先让他感染一下 然后咱们在不知道 他干什么的情况下 咱们搞一搞他 好吧 来 完一双击就OK了 你的电脑已经被感染了 好吧 你说电脑没什么变化 你目前还是没什么变化 咱们充启一下看看啊 这样 在这地方打开 看这个地方右键啊 现在是不是有个打开 什么什么这几项功能啊 我先把它关了 然后充启一下 咱们看看效果 充启一下 有些效果就比较明显 看一看 你知道这种病毒 什么危机病毒啊 还有老式的胸猫伤肖病毒啊 这些病毒啊 它都是具有感染性的 胸猫烧箱那个 胸猫烧箱那个也行 我本来就想 咱们杀两个病毒就算了 胸猫烧箱这个 看时间 是吗 因为今天咱们还有讲到林丽丝 早些年 对就早些年那个 武汉boy搞的嘛 武汉男孩 你跟他这是 摄友啊 笑友 哦 那他现在是不是还很有名了 那你叫 是不是被抓了 又被抓了 是个人才 是个人才 来咱们来看啊 咱们来看 我双击打开这个电脑 看啊 我在右键 你看这里面多了什么东西 除了打开啊 搜索什么 是不是多了个这个东西 这东西是干什么呢 就是我每一次 打开这个磁盘的时候 我可以点击它来打开 auto来打开 但每次点击auto来打开呢 它都会把你这个病毒 在你电脑上重新的感染一遍 也就是说 如果你杀不干净的话 你再打开的时候 你点了一个这个 病毒又重新感染一遍 那你听说 我点这个呀 我谁 这个是干嘛的 我也不点的 是不是 但是其实常规操作 正常操作的话 好多东西都是双击这个磁盘 是不是打开它 双击就会触发 跟点击auto这个动作 是一样的一个 好多 也就是你一双击 它又感染一遍 双击又感染一遍 好吧 就是点了 你只要杀不干净 你一双 你这样一双 一双鸡汤 又感染一遍 你还得重新杀 所以说 我现在先这样打开 先打开之后 让你们看一下 里面有个什么东西 咱们这里面多了一个 叫autorun.nf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很强 有很多病毒 都会创建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干嘛的 给你打开 让你瞅一眼 这里面 它就是autorun的自动 autorun是自动的一次 转是运行的一次 自动运行 下边这几个程序 看到吗 就是这个文件是干嘛的 你看这几个程序 其实你就知道 哦 它让我去打开某某 某某这个 EST程序 是吧 在这个操作系统 ShellExecute 就是什么 执行命令 其实你就理解为 执行命令 执行什么命令 执行这个文件里边的 那些命令 怎么怎么样 明白了吗 好吧 其实就是 打开这个文件 执行一些 恶意的命令 来感染病毒 这个autorun.nf 这种文件 它有什么用呢 就是说 它有一个U盘感染的功能 当你一尝尝U盘 你的U盘 你的电脑上 要识别出来这个U盘 识别要用 这个U盘的启动程序 叫驱动程序 来运行这个U盘 但它一要用驱动的时候 这个东西会自动感染驱动 直接把这个东西 在你的词盘 在你的U盘上 就冲进口碑里边 自动的 好吧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 这个硬盘呢 U盘呢 插了某个电脑 在插自己电脑的时候 发现自己电脑中毒了 就这么来的 你一插它的电脑 它电脑感染了 给你的词盘 给你的词盘U盘 感染了这个病毒 你再插你的电脑 它就传播给你这个电脑 驱动一加载 它就自动拷贝一份 又放到你的电脑 好吧 这通过U盘传播 像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只要在这 一双击 这个文件 它就会自动运行一下 所以说有看到 电脑上有这个文件 你小心了 你可能中毒了 好吧 先把它干掉 那么咱们咱们再来看 说我现在这个电脑中毒了 电脑中毒了 我们怎么干 我们怎么干 正常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进入安全模式 去插杀 安全模式 去插杀 安全模式咱们进过吗 前面叫Windows的时候 F11 有页通缺的电脑 它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这个型号的电脑 它这个进入安全模式的 这个 这个姿势不同 有的是暗F11 有的暗F12 有的暗F8 是吧 都没准 但是要进入 就是首先要进入 安全模式来插杀 这里我们就不进入了 为什么要进入 安全模式去插杀 因为是这样的 不是说连不了网 看上 看下是五万点剂 这里面是不是咱们 有好多进程 其实这个病毒 它干了什么事情 它创建了很多的进程出来 比如说像这个进程 第二号塞DSE 还有一个大写的 第二号塞DSE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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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它创建了一些进程 它这些进程 主要运行起来之后 其实 正常来讲 一个行进当中的程序 它对应的程序文件 你直接删 它有可能会受保护 你删不了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说关掉某个东西 或者在这删除某个文件 你在这 比如说删除这个文件 如果这个文件 处于打开的状态 你是删不了的 比如说你看我删一下 你看它告诉我 现在打开了 你删不了 你从事你也删不了 是不是 这样的话 你就删不了它了 所以说 所以说 为什么要进入安全模式 因为进入安全模式之后 安全模式是怎么回事 它只加载 只运行 整个操作系统 只要把 就是 能把操作系统运行起来 那几个主程序 胜确的 非它自己那些 主程序的那些 那些 那些程序 它不会主动加载起来 那这样的话 你去删这个对应的文件 就好删了 明白为什么 但是有这么一个意思 这里面我们不用搞它了 我们有专业的工具 那我们拿工具就可以干 现在感染病毒了 感染病毒了 我们该怎么干呢 该怎么干呢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 咱们应该给他们干 你也不太清楚 这个病毒到底干了什么 是吧 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 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电脑 感染一下病毒 在感染这个病毒之前 先把一些监控工具打开 看这个病毒 分析一下这个病毒 干了什么事情 好吧 我看我这里面有打开吗 没有 下一个病毒咱们再监测吧 这病毒就先不监测了 然后咱们这样吧 任务管理器 打开任务管理器 首先干什么 还是分析进程 分析进程 咱们看一下这个进程 有什么 有什么一些异常进程没有 瞅一瞅 怎么算是有异常进程呢 怎么怎么算是异常进程呢 其实在进程名称这个地方 有些进程呢 就是能看出来一些问题 也不是说完全能定位 这个东西就是病毒 但是能看出来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看 微软它自带的这些进程 一般都是小写的 全小写 好吧 外来的进程呢 有的可能是大写 有的是大小写 混合 好 所以说你看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大写 它可能就有点问题 但是 就光单纯的从大小写来判断 判断出来吗 其实判断不出来 判断不太出来 这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怎么办 按照这个操作步骤 操作步骤 咱们一步步的 把到底杀一杀 我先跟你们说一下 它其实这个病毒 它就是创建了两个进程 就这两个进程 稍等下 我扯一下 这个 哎呀 这个文章写的 直接就杀了 来 还是按照之前的分析方式 来分析 你首先要分析什么 分析什么 看有没有异常链接 对吧 咱们看一下 有没有异常链接 怎么拿 Net Theta 是吧 查看一下 有没有异常链接 没有吧 说明这个病毒 没有和外界进行 什么交互 它可能就是 故意搞你的事 搞你 是不是 它并没有说窃取你的数据 往外发 往外传 怎么样 没有什么异常链接 那就不用看异常链接了 好吧 看进程 看进程 但进程里面呢 咱们也 如果打开任务管理器来看 进程里边也没有什么 特别什么的体现 是不是 无非就看到了一些外在进程 有什么 这种大写的 大写的外在进程 但是咱也不知道它确定是不是病毒 怎么办 打开专业的分析工具 咱们来分析一下 对 看签名 对吧 咱们来看 找到 找这些程序 找这些程序 比如说 刚才看到了一个大写的 是吧 你首先是不是要看大写的 因为小写的 咱们一般说是 微软的 自己都是小写的 如果说这个病毒 它做的程序也是小写的 做的进程也是小写的 那你就没办法 你就得都看一下 自己按照经验拍查 这个地方 比如我们看一下 看什么 你看它的签名 你看这个签名 就很明显了 叫什么 金柱大学金管系 你看这些微软的签名 叫Microsoft Creation 是吧 那除了这个进程 这个进程一看就看出来了 就是它的问题 那么 并且你会发现 它这个进程 对应的程序文件 也给咱们指定出来 在C5 Note下 System Center下边 有个 DLhost.ESG 这样一个文件 在网上看 你说DLhost.ESG 除了它之外 还有一个和它同名的 小写的 是吧 我说你这你怎么知道 我就看了 从头到位看一遍 你发现的 是不是 然后你看它 这个好像它签名 没什么问题 是不是 然后再看一下 它有没有什么 进程模块的问题 大家看一看 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 好像没啥事 是不是 好像没啥事 说怎么 行把它关了 看一下这个 它加载了哪些 进程模块 你也瞅一瞅进程模块 首先看这个 看这个 一看这个就有问题了 是吧 它加载了这个 这是它运行的主程序 下边是它运行 加载的模块 说明这个程序 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加载了这模块 肯定也咱们 比如说把这个进程一删 这个模块 它也不加载了 那此时怎么办 此时怎么办 肯定说找到那个 进程文件 把进程文件干掉 把进程杀掉 这事不就妥了吗 是不是 这个 然后紧接着呢 杀完这个之后呢 干什么 看看它的服务 里面有没有添加什么服务 对吧 找一找 看有没有添加什么服务 之类的 看什么的 是不是看蓝色的呀 看蓝色的 你看服务名称 看服务名称 对应的这个 这个程序文件路径 你看这都是wmware的 是吧 这个好像 感觉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 这是SVChost 这是之前那个的 感觉上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 再排查一下启动项 看这个什么东西 在启动项里面 他是不是加上了 他自己那个 主程序文件 运行的这个路径 那你会发现 他在这个病毒 他在启动项里面干事了 咱们昨天的目码里边 是不是没有在启动项里面 干事了 他这个在启动项里面 干事了 那怎么办 按照我们的思路 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找到 定位到他的注册表 他只要在启动项 什么服务 什么 自己程序 只要安装在这个监脑上 是不是在那个 注册表里面 是不是都有记录 你在注册表当中 把这个记录给删掉 你看他这注册表里面 你不能直接删这个Windows Windows里面 他干了个什么事情 他在这加了个 漏的这么一个 这叫什么东西 一个项 是吧 这里面指定了一下 他的运行程序 你可以怎么办 修改一下 把这个运行程序 给干掉 那这样的话 即便是Windows 就是咱们开机一启动 他即便是过来 加载这个漏的 对应的这个程序 他是不是也找不着了 因为这个程序 你已经给他 比如说删掉了 明白为什么 比如说给他删掉了 确定 这不就删了吗 是吧 行 启动项的话 这么一删 就给他删了 然后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把这个启动项 给他删掉 怎么来删 右键 在这 在这直接删 删除启动信息 和对应的文件 你可以删一下 试试 删完之后 Moss看着 没了 是不是 Moss看着没有了 我们关了他 关了他 我们再重新打开一下 说一下 看看他有没有启动 再看一下启动项 看着没有 启动项里面 刚才删的是他吗 刚才删的是他吗 我们看着感觉 不太像了 是不是 我们应该当时再找一找 看有没有成为其他 别的启动项 是吧 去吧 来我删了他 咱们再看看 现在就这个DL号色吧 就这么一个 你看上下没有别的了 就这么一个 我们再删一下 咱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删一下 删一下关了 我再重新打开 再看形象 你看 还有 很烦人 所以他为什么一直有呢 就是因为其实 你光删这个东西没有用 他的进程 他其实开起来两个进程 这两个进程之间 还是互相保护的 你删了其中一个进程 对应的文件 实际上他 还不行 他做了这个 互相保护的另外一个进程 那我们可以怎么搞呢 我们发现他这个名字 是不是叫DL号色 先说这个叫打写的 我们去找一找 就是我们在任务管理器当中 找进程的时候 发现除了他这边 还有这么一个进程 跟他通明的 是吧 所以他可能也有点问题 我就可以怎么办呢 我可以这样 如果你手工的方式 你就手工的方式 来查一下 这个进程 这两个进程 对应的程序文件 是什么 那为什么 找到进程 对应的程序文件 是什么 这个东西会找了吧 会吧 怎么吵来着 TaskList-SVC 是意思吗 SVC是查服务 有个DNR TaskList 犯的STR 那是找 你通过 进程名称 那是筛选进程名称的 TaskList 筛选进程名称的 找到那进程序文件 在哪 咱们之前说的是 按照那个进程名称 去打开你的刺盘 去搜那个进程名称 对应的文件 对吧 是吧 这样的 你看TaskList 你回车 看起来的什么呀 是不是都是进程名称啊 你就说TaskList-SVC 然后写上 比如说我发现 这个DL号的进程 ID是 3024 你这样一回车 找到了什么呀 你是不是找到 这个进程名称啊 然后你怎么搞的呀 咱们后来说 怎么定位这个文件来着 这进程对应的文件来着 这表里有 我觉得注册表里面找一找是吧 对 注册表里面可能有 注册表里面可能有 我们可以这么找 是不是在刺盘里面 打开 在刺盘里面 这是不是有个搜索呀 在哪来着 这 在哪来着 我这眼神啊 这对吧 在这是不是搜一下它就行了 DL号斯 你看 首先来看能不能搜得着 是吧 它是大写的吧 DL号斯 注意咱们Windows 是区分大小写的 大写 它帮咱们搜出来一个DL号斯 就这么一个小写的生意文件 没有找到对应的大写的生意文件吧 是吧 那这个东西也可能是有些问题的 有些问题 就这样来搜 但是这样搜 一定搜的准确吗 昨天咱们说什么来着 咱们说的那个木马 还记得那个 辉哥的那个木马 它那个诚信名称叫什么吗 它的进程名称 它的进程名称叫什么 是不是叫爱意啊 它伪装的进程名称叫爱意 你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搜 你能搜着吗 你在这里面 你说我搜一下那个爱意 搜一下爱意 你能搜着吗 你搜出来的是不对的 对不对 搜出来是不对的 所以说它有时候会伪装进程名称 那这时候就不好弄 对不对 就怎么办 你就按照我们的专业分析工具 来看 专业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当中 咱们看这个进程啊 你就找一下 什么呢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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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DLhost 它告诉你了 在哪 是吧 这分析工具还是很强的 这些分析工具 然后除了它之外 还有一个DLhost 另外一个 有它吧 它们两个 你看 也都放在一起了 你看 都放在一起了 都在C盘 System32下边的 DLhost 来找找 干嘛呢 打开啊 然后干什么 找到 Windows System32 找到DLhost 找D开头了 是吧 System32 So D开头了 你就按着D 直接往下找就行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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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D L 看到吗 就是它 把它干脚就完了 试一下吧 干脚吧 其实下面这个也是 对 我们删着它 删了吗 他说什么 不让你删 为什么呀 这个进程运行了呢 一进程运行了 它做了保护 它不让你删 那此时你好了 你看 我删 那我删这个进程 结束进程 结束 结束了吧 结束了 但是你看啊 还有没有啊 它又启动了 好强 删不掉 怎么办 除了它之外 其实DLhost 还有这样一个进程 他们两个进程 你叫同时删 同时删 好吧 同时删 同时删我们可以怎么删 我们可以通过 系统指令来删 系统指令删除 这了 我在这 我就不是手动 带你敲了 我告诉你一下就可以了 删除是怎么来删 你直接删这个文件 你发现删除不了 对不对 强制删除也删除不了 指令删就删不了 刚才我们直接右键删除也删除不了 指令删也删不了 然后的话 在这 在这 首先 首先DR-S 搜索一下这个文件在什么地方 如果说它这个程序文件名称就叫这个 你通过DR-S 你是可以搜索它的 行吧 然后我给你们瞅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其实你为什么 你删这个文件删不掉 删掉这个进程也删不掉 像这样 你看 我们搜一下这个文件 叫DR-S 我现在来到C盘根本里下 DR-S 整个搜这个盘幅 下边有个DLL DLLHOST.ESC 搜一下看 你看 你发现你其实你搜到了两个文件 一个文件在C盘System32下边 还有一个文件在C盘System32 DLL Cache下面 这个DLL Cache是什么东西呢 叫DLL文件的缓存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文件夹 就是因为 我们放到C盘System32下边的 这种DLL文件 这些DLL文件 程序文件 包括这个程序文件 你只要放在C盘System32下边的 对系统来讲是比较重要的一些文件 它就会在 这个DLL Cache目录下边 给你备份一个 给你备份一个 你如果不小心把它删掉了 系统为了保护自己 以免你把重要的一些程序删掉了 它不是在这里面 做了备份了吗 你如果说夸不小心把它删掉了 它会自动从这备份目录里面 再考一遍一遍 放这里 所以说这个 不光进程你杀不掉 不光进程你杀一个没有用 只要这个文件 你单独把它删掉都没有用 你把它删掉 它还会再出来的 做的是不是很强呀 对吧 而它利用的机制 就是利用了系统的这个保护机制 它把重要的一些文件给你 备份了一下 在这个DL开始的目录下面 你如果这里面不小心删掉了一个 它会自动拷贝一个放在这来 所以说怎么办 如果想删这个文件 你得这两个目录同时删掉 才能把这个文件删掉 明白为什么 好吧 所以你记着 CPU Windows System 32下面 咱们放在那些程序 在这个目录下面都有备份 这是系统自动备的 给你 行吧 你要想删它的话 你就把这两个都给你删掉 怎么来删 怎么同时删掉 通过指令 怎么同时来删掉这两个文件 DL是不是就删除文件的意思 DL那个指令 DL DL删除文件 删除文件 我们如果说在系统下 直接删除的话 我们是这样删的吗 在这 DL 删除 咱们说C盘 -Windows下面有一个System32 System32 是吧 然后下面有一个DLhost DLLhost 是不是他呀 你说我现在删 我就这样一下把它删掉了 他不让我删 是吧 他不让我删 他是现在做了保护了 做了保护了不让我删 不让我删怎么办呢 我可以强制删 杠A1是杠F 强制给它删掉 咱们DL 然后加一个杠A杠H 杠AH杠F 你刚才有给你报告找不着 还有没有 还是有是吧 我们再删一下试试啊 删他告诉你找不着 这应该就是也不让他删 好吧 不让他们删 那此时怎么办啊 还记得我昨天跟大家说的那个BAT文件吗 点BAT结尾的文件 里边可以写很多的Windows 操作行动指令 它是不是叫个批量 命令执行文件 双击它 里边写几个指令 双击这个文件 它这些指令就自动运行了 一个个指令都全运行一遍 我们就可以写这样的批量执行脚本 把怎么来写呢 这样 先CG到这个目楼下 删除这个文件 然后强制删除这个文件 这不 删除这个文件 是吧 如果他这个提示你删除不了的话 我们再写个强制删除 没有理由 你这两个你都写一下 然后再CG到这个目楼下 再删除这个文件 删除这个文件 这写的不对啊 这个写的不对啊 就是名称叫这个啊 好吧 跟上面一样的名称叫这个啊 那这样的话 我把它写成一个BAT脚本 双击这个BAT脚本 这几个指令是不是就执行了啊 一执行这两个目楼下载文件 就同时删除了 明白为什么 好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同时删除这两个文件 那现在我们有专业的工具 咱们不手工的去删了啊 在这了啊 首先干掉这两个进程 你先试一试啊 来 结束进程并删除文件是吧 来 这样吧 强制 结束进程并删专件 先勾选上 删完了吗 没了吧 没了啊 然后再把这个什么呀 再把这个 哪来着 那个程序文件在哪来着 C盘Windows下面 注意了右键打开啊 在这 C盘C盘Windows2在这啊 然后再搜一下D D D DLL DLL 就是它是吧 我现在这样删一下 咱们看一下怎么删掉 可以删掉了 是不是 可以删掉了 因为进程已经停了 是吧 但是 你发现刚才 刚才S说TR 我们一删 它好像文件没有帮我们删掉 对应文件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病毒还是很顽固的 说起来也没帮他们去删掉这个文件 咱们看一下 C盘下边还有个DLLCache 对不对 DLLCache目录下 我在这儿吧 在这搜一下 通过指令来搜一下 看这些两个文件还在不在 得 这两个文件还在呢 是吧 还没有把它删除 删除 我刚才是不是 双击盘服 它又重新赶上了一遍 你看 启动项 这样吧 我还是写那个PAT脚本 让你们看一下 我怎么删除它两个 因为我们刚才的右键去删呀 也是删除青龙一个 你删除青龙一个 我跟你说 它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的 我刚才是不是删了这个文件 在目录当中删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不是 我说过它自动会拷贝一份 又放在这里面来了 是吧 它保护的 那此时怎么办 就打一个时间差 你刚删上这个文件之后 它从这个 你刚删上这个文件 它从这个目录里面 把文件拷贝过来 它是需要有一点点时间的 如果说我们同时删除 这两个删除的很快 它就来不及拷贝 那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BAT脚本 BAT脚本 我在这创建一个 所以我在桌面上创建一个 1.TST 看下好了是吧 来 把我写的这几个指令 这次拿过来 删除DRhost 就这个 这里面 这不先删除 那个缓存里边的 然后再删除 咱们6.3里边的 是吧 把两个都给 都给你拿过来 Ctrl C 然后放到这来 然后保存一下 没问题吧 写的就是语法上 应该是没问题的 保存 保存 然后把它关掉 然后改一个名字 改一个扩展名 叫BAT BAT 行马师老师让双击一下啊 他就运行了 然后我们再来查看这个文件 还有吗 是不是文件就没有了呀 啊这就删删干净了 明白为什么 这文件就删干净了啊 啊温度保护 取消 啊 您决定不还原这个原始文件 这就是因为他放到了咱们System32下 你删除了他 他咱们系统给咱做了个提示 好吧 这些不识别的办法呢 是 行 那个文件就删掉了啊 删掉了删掉了的话 然后启动箱里面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干掉 进程已经干掉了吗 我看进程他是不是又重启了啊 找找 确认一下啊 DL house的进程是不是没有了 没有了来把这个 启动箱也给它删掉啊 删除启动箱和定义文件 好这就删掉了啊 删掉了 我们再打开手机 看一下启动箱他有没有加载不来啊 程序文件应该都没有了 应该加载不起来了 你看没有了吧 启动启动箱里面这不是没有那DL house了 没有了啊 没有了好 其实这样的话 他给咱们搞的这些病毒文件就删完了 但是还有一点没有删 就是这个AutoRender IF 这个文件 我说过这个文件 如果你双击这个磁盘的话 他还会重新的给你干扰一遍 就是这个文件搞的事情 好吧 我们把它干什么 删掉啊 删掉 删完了以后啊 你看右键这个还是把Auto的吗 这个东西也是他家的一个功能项 这个Auto咱们怎么管它 不用管它 充气一下 先充气一下看我没有有没有杀干净啊 然后检查一遍 行 这个呢 咱们就是感受一下这个XX的过程 XX的过程 然后 下节课呢 我们再干另外一个病毒 那个病毒呢 咱们就看一下我们怎么来分析这个病毒 到底干什么事情 是吧 怎么来分析它 这个呢 我们也是 略带一些什么 这个猜的效果 略带一些猜的效果 也是靠经验 靠一些经验啊 在里面 来 一二三 首先看这次吗 看这个电脑打开 然后右键 你看Auto还有吗 Auto没有了 啊 这段你就可以放心打开了啊 没问题 那个Auto run.inf 识别没有了 没有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进程 进程里面有没有那个 DIY host 有吗 也没有吧 没有 没有DIY host 行 这样的话 其实这病毒就杀了 干净了 好不信了吗 是干净了 来 这个病毒啊 咱们总结一下这个微金病毒这个查查过程 哎呀 微金病毒 等讲完下雨病毒咱们的事 再整体总结 行 这样大家先休息一下啊 先休息一下